十月十六以罗志祥为自己的第十章专辑 《狮子吼》宣传造势打发狮吼宫 将来已经被传了五年的罗志祥 与李一芬的恋情在前爆端 忍无可忍的他当场发作 到底现在是发生什么状态 就是你没有图没有证据 你就可以随便去报个料 然后就让一则新闻出来 其实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那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就会让我觉得 明明就在我今天是 就是专辑的准备要预购的这一天 然后又有一些这样的新闻出来 我就觉得到底是谁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有点头痛 小猪原定被往好莱坞与真狮子 抬设封面 不过却被妈妈叫停 一向孝顺的她只好顺着罗妈妈 看来罗妈妈的狮子吼威力更胜 因为小猪和罗妈妈 毫无带一个交流 被不少别有用心的人斥责乱伦 小猪好避讳的直批贱的人心里有病 然后总是会拿一些旧事来提 然后我就觉得一直没完没了的 让我觉得有点烦 然后怎么说也是说 我很讨厌人家说乱伦这件事情 是非常不喜欢的 因为孝顺父母亲 却被别人说成这样的一个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网友在写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回头看你妈妈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已经心里有病 每次被发骗 罗志强踪面不了被人质疑抄袭 这次又被指壮年喊过G-Garden 让一向热衷于改变和突破的她 大呼失望心寒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